郭啟輝先生 很感謝郭啟輝先生 因為霞姐從來都沒有接觸過這首歌 我們說不如你找多一點不同類型的曲目 幾個月前她就選了這首歌 我們一想就想到阿輝哥 因為阿輝哥偶爾會來我們 和我們一起練習的音樂 她一口就答應了 因為她尤其很感謝她 大家都聽到霞姐 她是以紅腔做她的基本腔底 但她亦都想兼修並促 學習其他各派的腔口 然後改善自己和增進自己的唱藝 她第二首歌選了的就是陳志強老師的作品 《同事天涯淪落人》 這首歌可以說是B康創始人陳小翰老師 《同國鳳女老師》的全世之作品 我覺得是因為兩位都唱得非常之好 我在這裡就要介紹一下黃德正老師 黃德正老師可以說是我們粵劇界裡面 是最早的一批以教授閱曲為置業的老師 因為她是在1981年就開始任教 教了42年 她的學生幾千人 遍佈世界各地 黃老師經常說 我不是什麼特別聰明 我只是一個教曲的人 我每天做的工作就是什麼呢? 診斷和開方 那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說我聽了我的學生 她在唱曲方面有什麼問題 我就選了最適合她的方法 跟她去改善 跟她去精進 那當然呢 黃老師跟我說 她說不是我自己的意見 我是要收集前輩 唱家他們的唱腔 和他們的意見 再混合到我的學生身上 才可以讓她有所改進 唱這首《同時天涯倫樂人》 我相信他們兩位都會擦出不同的火花 這首歌是說什麼呢? 當然是出自唐朝很出名的詩人 白居易的琵琶行 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之後 其實江州司馬有什麼職位呢? 我們知道唐朝的時候有很多刺史 刺史下面有很多副官 如果你是一個被貶的江州司馬 做刺史的副官 其實你是一個閒職 她不會給你實職 所以她有很多閒 但她心裡面 當然是覺得自己是一個落難的人 心有不甘 有一次她就去宴請她的朋友 即將離開江州 在這個船上就聽到很淒遠的琵琶聲 請到這位歌娘來到演唱 這位歌娘就把自己的悲慘身世唱出來 在滿座的嘉賓裡面 大家都是心有戚戚言 那究竟誰最傷心呢? 白居易的琵琶行裡面就有一句 江州司馬清三濕 她的感觸是最大的 於是她就寫了這首長篇的樂婦詩 琵琶行 我們以下將時間交給再度出場的 鄭素霞小姐和黃德正老師 送給各位這一首名曲 請各位細心欣賞 一些音樂 的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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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